放眼望去整条马路物品飞喷四散 机车被撞烂横躺路旁 地上留下长长刹车痕 沿路甚至惊见人体的脏气 一名男子全身肢体破碎 尸块散落马路明显死亡 还有一人倒地昏迷紧急送医 恐怖现场一死一伤 是双载机车事故吗 想不到警方一查 真像诡异到令人惊呆 有压到吗 就压到边边啊 那我说他已经在地上了 这里很 看到的时候 我闪一下 感觉还是有压到 彻底沾上死者血迹 驾车教士惊悚碾过 躺地男子心有余悸 警方回到现场勘察 想知道驾车如何 碾过双载骑士 没想到却经见地上 散落大量女性衣物 但伤亡两人明明都是男性 内衣打哪来的 案情急转之下 原来双方根本不认识 民众议论纷纷 原来警方到医院询问 冠民后苏醒的男子 他供称当时骑机车 行进台东松江路 一次深夜视线不清 他撞上行人之后 双双倒地 行人又惨遭其他车辆 接连碾压 时快散步数百公尺 而死者身上 携带的大量女性衣物 也因此分配散落 死者现场还遗留下 四五秒本 五十岁糟心死者 究竟做什么工作 为何要携带大量女性内衣 警方表示 尽情没有接获 衣物实现报案 要持续厘清 这扑朔迷离的诡异车祸 记者台东综合报导